汉堡冰的 水果冰的 沙发冰的 怎么都变成冰的了 哇 好厉害呀 熊妹白雪 是不是你们把食物 还有沙发 都变成冰的了 我和妈妈 不是我 熊妹白雪 我们可以去把食物 变成冰的吧 好啊熊妹白雪 还说不是你们 快把这里都恢复正常 真的不是我们 我要尝尝西瓜 变成冰的味道 丫姑王 是不是你把食物 都变成冰的 不是我 大家给我看 我做的臭豆腐冰块 大宝 是不是你把食物 都冰到了 也不是我呀 那你手里的是什么 是啊大宝 是你给我的神奇冰块 然后东西都可以变冰了 大宝 一定是你搞的鬼 快快的王后妈妈 冤枉了我 不是我 神奇冰块是一个 神秘人给我的 而且我们变得都吃完了 神秘人 好热呀 我和烤肉就差一把自然了 你想要凉快一点吗 当然想 夏天太弱了 给你一些神奇冰块 只要放到物品上 就可以变成冰块 你不会是逗我的吧 让我试试 汉堡之子变成冰汉堡了 好凉快呀 给你一万个神奇冰块 太高了 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 这样 大家就不知道 是我把童话王国 变成冰的了 原来是什么命都给你的 大宝 你觉得是谁呢 我不知道 大宝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熊妹白雪 童话王国现在到处都是冰 你怎么还没有恢复 王国妈妈是大宝 王虎妈妈 我只变了食物 而且我们都吃完了 把食物都变成冰 也不可以 王虎妈妈 为什么不能把食物都变成冰 冰得多凉快 冰得吃多了会肚子疼 身体会难受 我的肚子好疼呀 大宝兄妹 要快点找到 是谁把童话王国变成冰的 哎呀 去哪找神秘人呀 我们都没有见过神秘人 而且神奇冰块 也是大宝给我们的 真的不是我 小朋友们 你们看到了 快发作依依依 证明是神秘人吧 好多小朋友发作依依依 看来真的是神秘人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神秘人是谁吗 小朋友们说 神秘人是艾莎 原来是艾莎 王国就叫艾莎 艾莎 你为什么把童话王国都冰冻起来 我没有 我一直在家里 根本没有出去 是你给我的神奇冰块 大宝 我都没有见过你 奇怪了 他们两个到底谁说谎了 艾莎 你是不是有一个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 是的 我知道了 大宝 给你神奇冰块的应该是我的妹妹 她是冰淇淋公主 原来是这样 艾莎 快让你的妹妹 把童话王国恢复正常吧 好的 妹妹你快来 怎么了姐姐 妹妹 你快把童话王国恢复吧 变成冰的童话王国 多两块呀 都变成冰 小朋友们会不舒服的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谁说的对呢 白总评论告诉我们 选一还是二 我选一 白雪 你选到了预言家 耶 我是预言家 熊妹 选一一还是二二 我选二二 恭喜你熊妹 选到正义天使 要保护狼王 贝尔 选一一一还是二二 我选二二 贝尔选了司令卫士 太棒了 我有一个保护罩 这样我就可以保护自己和狼王了 黑暗魔王 你选一一还是二二 我选一一一 黑暗魔王 你选到了狼王 居然是狼王 等会肯定死得最快 大宝 你选什么 伙伴们 我想选择神之卡 你们说 我选一一一 还是二二呀 大宝 你居然为小朋友作弊 罚你只能选一一 怎么是狼王 我不想玩了 那我就把狼王牌收回 换成猎人 不要啊 我想做个好人呀 小女巫 我错了 给我换个牌吧 不可以 带着你的牌离开 牛角怪 选一一一 还是二二 我选二二 是猎人 我要选狼王 天使狼人杀正式开始 天黑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哎呀 原来玩的是保护狼王版的狼人游戏呀 早知道我就不换牌了 猎人 请尽快选择淘汰对象 我选熊妹 同意 猎人请闭眼 森林卫士请睁眼 你要使用保护罩吗 猎人第一王肯定会淘汰人 我使用保护罩 森林卫士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我是预言家 我睁眼了 我想看一下大宝的身份 大宝的身份是猎人 预言家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夜无人淘汰 从贝尔开始发言 我是环保卫士 昨晚我使用了保护罩 救了熊妹 糟了 我怎么说出来了 贝尔是森林卫士 那狼王就是熊妹 白雪 或者黑暗魔王了 我们猎人赢定了 我是预言家 我昨晚验了大宝 他是猎人 我们把大宝投出去 白雪 我才是真正的预言家 你是猎人 我投你 我相信白雪 我投大宝 我也相信白雪 我投大宝 那我也投大宝吧 哼 我选择自爆 我要带走白雪 猎人自爆 带走白雪 天黑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大宝把白雪带走了 贝尔是森林卫士 狼王就在熊妹 和黑暗魔王之间 我还是先选黑暗魔王吧 猎人请闭眼 正义天使请睁眼 是否保护狼王 狼王居然被发现了 我要保护狼王 正义天使请闭眼 天亮了 正义天使保护狼王被淘汰 不能发言 从牛角怪开始说话 我昨晚明明都得黑暗魔王 但是黑暗魔王却没有被淘汰 看来熊妹是正义天使 保护了狼王 那么黑暗魔王就是狼王 只要让贝尔投票给黑暗魔王 就发送222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该帮帮我们回来了 四个女儿 不对 我只有一个女儿 快说 你们谁是真白雪 我是 我才是 我才是 都别说了 我才是 怎么这么多白雪 小精灵 你快出现帮帮我吧 我来了 我和你别着急 我来找 树爷爷 你知道哪个是真正的白雪吗 啊 这 树爷爷 你可别想糊弄我 四号 四号是真白雪 我就说了 我是真白雪 你们还不信 她不是 她是巫婆婆 是树爷爷和巫婆婆关系好 她才这么说的 树爷爷 是这样吗 我 我 好吧 是 哼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树老头 都怪你 这都帮我瞒不住 来人 把巫婆婆带走 假冒白雪的巫婆婆 已经被我送到黑暗王国了 你们快老实交代 不然 有你们好看的 不是我 不是我 要不是我 你们都不交代是吧 好吧 我有办法让你们承认 真正的白雪 是会被惩罚口诀的 你们三个 轮流过来给我背一遍 我背完了 二号 你来 我来了 好了 三号 你来 我来了 背完了 好啊 我知道谁是假冒的了 二号 你说 你到底是谁 我 其实我是大宝 好啊 被我查出来了吧 来人 带走 现在只剩下一号和三号了 我就好好想想怎么办 你们饿不饿啊 饿 给你们两个榴莲吃 咱们吃榴莲 怎么了 白雪可是最喜欢吃榴莲的 是啊 喵喵喵喵 真好吃 我也喜欢吃 喵喵喵喵喵 啊 你怎么了 上我来看看 没事 她只是对榴莲过敏 对不起 我是假的 又查出一个假白雪 来人 把她带走 就是你 白雪 你应该是真的 我们开始找王后吧 嗯 王后 我们回来了 这个才是真的白雪 我把她交给你了 是啊 妈妈 我们回家吧 嘿嘿 还是我隐藏的好 真正的白雪 已经被我藏起来了 雪儿 走 我们回家 妈妈 你可以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给我 好 给你 还有家里所有的文具 也给我 没问题 给你 还有所有的好喝的 给你 雪儿 你 你怎么会有尾巴 你是我的雪儿吗 当然 我当然是白雪了 这个我爸是假的 假的 这个 怎么越看越像黑暗魔王的尾巴 你 你是黑暗魔王 我不是 我不是 小朋友们 他到底是不是黑暗魔王 是的话 你们就发送一一一 不是的话 你们就发送二二二吧 关注我 我们 我有玫瑰花 我有木丹花 我有千种花 我有爆米花 真好吃 黑暗魔王 爆米花不算花 爆米花也有花子 怎么做花了 黑暗魔王 大家说的都是花园里的花 爆米花确实不算花 那好吧 我们玩的游戏是我有你没有 公民思义 这是必须说出自己有 而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白雪说的 除了黑暗魔王之外 大家都有 所以白雪黑暗魔王 减一分 游戏继续 怎么这么快就被减了一分 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 我一定认真玩游戏 我有你没有 第二局开始 熊妹 到你了 我有你没有 我有帽子 熊妹 你忘了吗 我也有 哎呀 我怎么忘记你了呢 我们没有 熊妹说的黑暗魔王也有 熊妹减一分 白雪大宝没有 也减一分 游戏继续 一定有说一个 你们都没有的 我有吃的 我没有 我还没说完呢 我有整整十方间的流食 怎么样 你们没有吗 大宝 你怎么有这么多零食呀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我 我也没有 耶 这一局我赢了 大宝赫 白雪熊妹黑暗魔王 减一分 哇 现在我是最高分 冠军可能是我的了 大宝 你别得意 等一下我就把你比下去 那你爆码锅了吧 我有 你们有 我有一座城堡 我也有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呢 我的城堡是我一个人的 不用和别人分享 好吧 我没有 因为我的城堡是我和熊妹的 黑暗魔王获胜 其他人都减一分 大宝 你现在和我一样分输了 可恶 我会打扮你的 我怎么只有一分了 这次我一定要说一个 大家都没有的 有了 我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 哇 我没有 我也没有 我可没白雪学习好 我没有 白雪获胜 其他人减一分 耶 我终于赢了一次 现在白雪熊妹各一分 大宝黑暗魔王都是两分 游戏继续 熊妹到你了 我要一千条漂亮的裙子 我说她儿子 我可没有裙子 我也没有 我有 白雪一件 是一千条 你也有吗 熊妹 虽然我没穿过 但是在你来之前 妈妈给我买了很多漂亮的裙子 正好有一千条 哇 好吧 熊妹说的 白雪也有 熊妹减一分 大宝和黑暗魔王没有 都减一分 什么 我怎么变成零分了 熊妹分数用完 熊妹淘汰 好吧 你们要加油啊 又到我了 我要把你们都打败 我十天没洗澡 大宝 你也太不讲卫生了吧 这个你们肯定没有 我真的没有 大宝 我真佩服你 我也没有 白雪黑暗魔王减一分 被淘汰 大宝获胜 耶 我去冠军了 大宝 你竟然十天不洗澡 把你马上洗澡一个小时 不洗完不洗出来 走吧 不要啊 大宝 你先带着凑了吧 小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bay 好 小朋友们 五分六分下